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地上忙碌 用功读书 好辛苦 到底为了什么呢 创世纪36章记载了 以扫的后代 他们的人生也很忙 跟我们一样 许多人忙着结婚 结完婚要做什么呢 要生小孩 接下来生活有好多做不完的工作 等待着我们 过程当中 当然有一些成就 但更多的时候 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疑惑 到底我们努力工作 读书为的是什么呢 这一章说以扫 就是以东 它的后代记在下面 是的 以扫就像弟弟雅各一样 也有十二个宗族 也有他们的家世 他们的财富 他们地上的成就 但是我们看 他们的后代 却成为抵挡上帝 拒绝上帝 成为神的敌人 亚马利人 攻击以色列人 这将提醒我们 是的 我们生活可以做很多的事 但如果我们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明的源头 我们所做这一切 只有短暂地上的价值 而没有永恒天上的价值 反过来说 当我们看中神给我们的约 不走以扫 出卖 长子道路 而走雅各 是看中神的话 看中神的约 与神立约 献祭了人生 生命才有真实永恒的价值 跟盼望 以扫有很多成就 但他们没有献祭 没有敬拜神 他们人生没有永恒的坐标 盼望 就没有今天真实的价值 求神帮助 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天国 认识耶稣 以至于今天我们所努力的 好好读书 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好好赚钱 我们可以分享给需要的人 我们的家庭 我们一切努力 有一个天上的盼望 跟目标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神 不要走一扫路 走上献祭 敬拜的道路 因着我们认识神 我们身边好朋友家人 也可以得着耶稣的平安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